中共19大25名政治局委员 大多可取所需 被习近平安排了职位 不过还是有意外 在基层党员忠诚度 逐渐下降的情况 非常严重的大背景下 习近平靠党徒 完成使命的梦义 受到质疑 此外王岐山话题的热度 还未减退 中共喉舌29日报道称 习近平的党中央钦定 韩正不再兼任上海市委书记职务 李强兼任上海市委书记 不再兼任江苏省委书记 楼勤俭接任李强 任江苏省委书记 及山西省委书记职位 交给任山西省委副书记 省长胡和平 胡和平从浙江到山西 是习近平新清华系成员 楼勤俭 胡和平两人军备 致是习近平的亲信 而就在前一天 已担任中组部部长的陈希 宣布一批任命 晋升政治局委员的辽宁盛 省省长李希 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 胡春华去向不明 有报道称胡春华或担任副总理 或解体李元朝的中共国家副主席的职位 辽宁省长陈秋发 出任辽宁省委书记 从南到北 远调辽宁的陈秋发 受到习近平重用 今年5月刚被提拔的浙江省委副书记 宁波市委书记唐一军 远征辽宁出任副书记 廖江担任辽宁省省长 而宁波市委书记 省委常委的职位 有可能被胡锦涛之子 现任浙江嘉兴副书记 市长胡海丰战友 此外 还有报道说 胡春华 将接替汪洋 分管农业和对外经贸工作 孙春兰接替刘延东 分管文化教育 体育 科技 卫生和寄生事务 刘鹤 接替马凯分管发改委 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 杨洁实 分管外交 并未进入政治局的英勇 出乎媒体预料 日前传闻其将出任公安部长 但又有消息说 他很可能认最高法院院长 英勇本为法学硕士 中共国家 二级大法官 其他任职情况包括 福建省委书记刘全 已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习近平福建旧部 福建省 省长于伟国 已经升任书记 在29日交接 习近平老乡 天街市长王东风 则接替赵克志 出任河北省委书记 栗战书的老搭档赵克志 并有任用 被猜测为 将接替郭生坤的公安部长角色 对于已经失去中共中央委员的王岐山 目前仍然被电械 有多个媒体报称 其三将在明年 中共人大会上 被当选中共国家副主席 不过 直到目前还没有听说过 一个非中央委员 出任这般职位的先例 自由亚洲电台则刊发 赵紫阳前秘书鲍同的文章称 中纪委应向世界事宜 调查王岐山 鲍同认为 如果王岐山本身是一个腐败分子 就应该零容忍 如果王岐山先生清清白白 应该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 中共十九大后的各地方大员 最终将在明年的中共人大换届中 全部被选举 习近平者在加紧控制党徒 并让他们忠诚 中共喉舌披露 中共有八千九百多万名党员 以及四百五十多万个党组织 习近平稳固中共基石 将在中共党徒的忠诚 使命上很下功夫 华尔街时报在今日的一个评论中表示 提高中共党员忠诚度和使命感 是习近平的下一步 评论说 中共党徒忠诚度逐渐下降的情况非常严重 这是由于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党员身份更多被视为获得工作并从权力中获利的一种方式 而非一种政治担当 评论列举了大量事实 党徒的不忠诚 是以不再缴纳党费作为表现 而且 在拖欠党费的人中 还包括中共组织部的一些官员 而拥有很大权力的组织部 恰恰负责监督此次行动 评论显示 这是习近平的梦意不愿意看到的场景 事实上 中纪委官网10月7日的数据显示 各级别的官员 当图不合格 华日称 已有超过150万名党员受到惩罚 其中一些人因涉嫌贪污 独职和以见等行为被判理较长监信 不过 华日的调查发现 不交党费的中共党员中 不乏区县救国的人士 如被免去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职务的张明 他试图通过不缴纳党费退党 还递交了退党申请 但大学官员并未按照中共当规开除他 而是告诉他不会被开除党籍 评论还指 几位直言不讳的知名学者表示 他们试图退党但遭到拒绝 早前其他媒体有报道认为 中共党徒是特殊群体 而华日的评论 引述纽约州立大学部法罗分校的助理经济学教授 Joe M. Song M. C. Lawlin估计 去年中共党员的薪资水平较非党员高7%至29% 电视节目主持人叶清林对华日表示 他对党的信仰一度动摇 因为他看到 其他党员对党的理想 充其量也就是口头敷衍 不过众所周知的中共入党誓词 堪臂黑手党 邪教 华日的评论也指出 党员不敢退党 不被允许退党 不过 华日没有提及海外的退党运动 迄今已有两一八千七百万中国人三退 退党 退团 退队 退出中共组织 这些人大多是命名